一大把千元大鈔握在警方手裡都快握不住 數都數不完誇張的還不止這些 一輛輛名車現金全都被揪出 原來這些都是以假投資名義騙來的賬款 刑事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 日前破獲一起詐騙案 可據了解詐騙集團會假冒投資 顧問民視吸引被害人 假如賴群組後又倒下載假的應用程式 匡政可以利用當衝擊掌握即將上市的 標股獲利接著再安排假專員 與被害人面交贓款 詐騙專員前來面交投資款項 會事先準備好工作證收據 用來取信被害人 但後續獲利要出金時 群組克服及以繳交保證金等理由 借故推脫被害人才發現遭受到詐騙 期望獲報後立刻成立專案小組 並分次拘捕假專員 跟向上追查位在高雄男子區的 花武機房及屏東新北等地的據點 攻堅查獲涉案嫌犯一共15人 現場更搜出證報槍 多部作案用手機 點鈔機及現金等 髒證物甚至還有毒品 咖啡包 情犯一行人作惡多端 更將機房及據點設立在不同縣市 企圖躲避追棄 不過最終還是狼狽落網 目前統計被害人數已有27人 是否還有更多人受害及炸得不法獲利 警方也在持續溯源當中 近新聞黃玉婷 謝宏穎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